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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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红椒,一些蒜头,蒜头弄碎 有些黑椒粒和葱花 今天就做一个黑椒牛仔骨粉丝煲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粉丝先浸泡 因为这些牛仔骨都是雪藏急冻的 这样都要浸泡一些清水 浸泡一下 放些盐浸泡一下 放些盐浸泡一下 放些血水来 好,这里切些洋葱 好,这个白蘑菇就切掉了 好,这个牛仔骨就跟骨的位置切掉了 如果有些大块,有些大块的位置呢 在中间这里切少许 切少许 因为等下我拿来煎,煎一煎,煎香它 如果不切,等下煎,会卷起来 就比较不好看了 那现在是大块,长一点 就在中间这个位置切一切它 如果不切,等下煎的时候就会卷起来 那这些这么短就不用了 好,切好了的牛仔骨呢 我就放些豉油去热它先 热它一会儿 放些糖 就放些粉 放些粉 放些生粉 放些油 放些油 洗干着手就 弄均它,热它一会儿就用它煎了它 好,这里切好材料之后呢 我这里就 放些水 等下用来煎粉丝煲的底 放些豉油去 放些鸡粉 放些牛仔骨 等下用来煎粉丝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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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烧热的鸡 放些油 放些油去 放些牛仔骨 放些牛仔骨 先 先social 头 seventeen 放些牛仔骨 好 zal 好了冰冰冰了 煎到牛仔骨, 差不多了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先炸一下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先炸一下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放入蒜頭 在这里,开一点生粉水 放一点蚝油 再放一点蚝油炒 放一点蚝油炒 放一点蚝油炒 放一放葱头,葱段,姜丝 放一点水煮一煮粉丝 好了,这些粉丝都煮到差不多熟,应该熟了 那我就放在骨头的煮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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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椒牛仔骨粉丝煮就做好了 做这个菜的白蘑菇就不要太早放下去炒 因为如果你太早放下去炒 它的菇类就比较容易熟 最后才放下去炒 好 喜欢这段影片的朋友给个like我 支持我和订阅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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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